嗨 大家好 我是許淑華 今天特別來跟大家分享 非常好的一個旅遊活動 最近我知道行政院有頒布了一個 旅遊註銷方案 聽的就非常心動 其實這個就是觀光局他們在 旅遊住宿網裡面登記有岸的飯店 就有一個叫做秋冬的旅遊輔助計畫 就是如果你到登記有岸的飯店來住宿的話 可以頂這個住宿的費用 一千塊錢 另外聽說還有200塊的夜市券要給你用 免費用 讓你刷到好刷到滿 那是不是真的這樣子呢 我想說我今天來測試看看 我特別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 偷偷的放鬆一下 來到北投我們來泡一下溫泉住宿一下 來跟我走 歡迎光臨 您好 請問是我們今天秋冬補助的旅客嗎 對啊 你怎麼知道 應該就知道了 是是是 這一次政府花了很多錢來給我們民眾 好好享受這個旅遊的補助是這樣嗎 真的 真的 那我今天先來住宿 是 對 那您是我們國旅的身份證對不對 我們只要憑著你的身份證 然後來到我們的飯店 然後只要登記秋冬補助的專案 您直接上觀光局的旅宿網 然後直接登記 您要登錄一個晚上的平日補助 所以我要先上網去登錄 登錄我要住宿 住哪一家飯店 對 就是指定在旅宿網的任何飯店就可以了 所以那我如果 如果還沒登記就不行 所以我要自己先上網登錄 沒錯 馬上拿手機起來登記 登記 然後我就可以幫你登記錄住了 登記完成之後 一個人只有一次的機會 一個房間的機會 那我住宿有抵一千塊是嗎 是的 我們會今天的房價直接抵一千塊 是由觀光局製政府來買單 幫你登記完畢之後呢 還有非常棒的這個夜市的抵用券 哇 對 我面額一張是五十塊錢 是的 所以政府給我兩百塊去 沒錯 吃到飽吃到滿嗎 只要是台北市 新北市 基隆 還有新竹跟桃園的夜市 就可以去使用這個夜市抵用券囉 所以我不能拿這個抵用券到高雄的夜市 因為這是北區使用而已 所以我在台北的話 就是在北區的地區使用 對 中部就不行 對 而且要記得要在十月三十一號前 把它用掉喔 幫您抵了一千塊的住宿 還有送您兩百塊的夜市小吃 OK 好 太好了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耶 好棒喔 我終於一路住了喔 這一路來喔 其實有幾個很重要的關鍵 一定要讓你知道 第一個呢 每個飯店都有它的配額 所以呢 它雖然日期是可以使用到十二月三十一號 可是這個飯店它的配額如果已經用完的話 你就拿不到這個所謂的夜市的消費券 所以呢 趕快先搶先贏 然後呢 針對剛剛講的這個住宿券的部分 可以抵一千塊的住宿 它只有到十二月三十一號而已喔 但是它沒有配額所以沒有關係 我們要來住宿之前一定要先上網 上我們的觀光局的旅遊住宿網 上面呢 它有一個民眾登錄平台 先登錄平台以後 有一個叫做申請秋冬補助專案 按進去 它要你填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你的身份證 一個就是你的手機號碼 那身份證呢 你是要把身份證拍攝下來 然後上傳到這個旅遊住宿網 另外再把你的手機號碼寫上去 你要做這個動作寫兩個東西 輸入進去以後 它就登錄了 那登錄了以後 你到飯店來的時候 它上面就有點資料了 有時間就去住宿吧 大家一起去玩 有吃有喝有玩有住 嗨 我終於拿到了夜市消費券 面盒一張是50塊 所以有4張消費券 我就立馬衝到這裡 是林夜市 然後呢 準備開吃了 到底這個消費券怎麼用呢 大家跟著我走就對了 我今天想要吃的是這個 中程號鵝拉煎 所以我們進來試看看怎麼用囉 跟著我走 首先呢 我們要先確認這個店家 它有沒有這個標章 歡迎使用夜市消費底用券 先確認有沒有這個標章 有這個標章呢 就可以使用這個夜市消費底用券 那確認好了 我們就可以進去囉 Let's go 店長好 妳好 對 那我今天要來吃 我要煎欸 那所以這個消費底用券 可以用嘛對不對 可以用 沒問題的 其實那二千是65塊耶 對 沒錯 一份65塊 那 所以 那我 拿100塊給你 我拿這樣子100塊給你嗎 但是這個底用券是不找零的 喔 不找零 重點不找零 那所以我只能給你50塊 然後呢 然後呢 再貼XR15塊 再XR15塊給你 OK 那這個底用券可以用到什麼時候 到今年年底 12月31號 好 那 來 那我們就點一下吧 那我這邊有四個 五個人 那我點五份 好 五個鵝鵝間 對 那這樣子總共是325元 325 所以 底用券可以使用嘛對不對 對 那我這邊是200塊 底用券 那這個部分可能要補差價 再補差價 好 那補125 125 好 好 那我再補個差價給你 重點是 沒有找零 只能補差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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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碼排六號 六號 哇 我的娃拉間 謝謝 鍾成號娃拉間 讚 既然有這麼好的夜市消費底用券 可以吃美食 所以呢大家不要錯過喔 第一個我們要確認的是 店家要有這樣子的一個標章 第二個呢 它是不找零的 所以呢 50塊的面額它不找零 你還要補差價 第三個 使用期限12月31號 那請大家趕快來唷